我要省预算 民进党立委们站一排 抗议庭审科技部预算 因为国民党教育委员会赵伟利德维 收到了党团命令 可以参照我们记者会的内容 今天审查 本委员会是隶属于国民党党团底下吗 其实差不多同时间交通委员会也是 因为执政党在公投的部分 行政不中立 我封我们党团的命令 要即刻起聚谁预算 国民党出招反制也跟公投有关 杂志上大大牛肉猪肉照片 在印上美国国旗 某一看还以为是肉品广告 结果看到右上角才发现 是行政院买的广告 行政不中立 用公帑去做反方的宣传 还有中游之前也被骂 大量下三接广告 包含四分之一报纸版面 网络广告杂志广告 以及路边登箱都有 出估花费至少百万元 确实军工叫加薪可能因此 delay一点 因为原本12月31号是预算会期结束 但庭审预算到公投完 势必要加开三个礼拜的临时会 零零总总费用加起来 出估也要四百五十万元起跳 波兰英令委也呛 没庭审预算 绿营还不是照样 也开临时会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